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海武德现在传出因为海武德帮股开来移转资产 但是佣金谈不拢而种下了杀鸡 当然这桩谋杀案也扯出了中南海权力斗争的内幕 充满了金钱权力跟性丑闻 这些背后的藏进人呢 其实就是中共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那么两个人原本想要联手 在2014年之前要拉下习近平 让薄熙来取代习近平的一个位置 那么其实呢我们看到周永康他还长期接受薄熙来 他所提供的数十名的美女 甚至两个人还共享情妇 而周永康的儿子呢 还拿这个重庆的工程款来自己中保私囊 也凸显原本被视为是中共政坛明日之星的薄熙来 他的生活竟然是如此的淫乱荒唐 甚至是草菅人命杀人如麻 原本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哦 他计划说要杀至少3000个人 还说呢六四天安门事件呢就是人杀太少了 才会导致现在还有人敢翻案呢 那么薄熙来现在除了他的政治生涯画上据点之外 他的人生也要就此谢幕了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黄创夏 肥玉好大家好 财经专家汪杰明 肥玉各位观众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曾建华 肥玉好大家好 资深调查记者温申 主持人各位好 好现在创下真相大白了吗 现在最新的说法是原来殷伤海武的他被杀哦 是因为想要狮子大开狗 他要拿一笔为数不小的佣金 让谷开来大骂他贪婪哦 在最后还堵死他 肥玉交叉的薄熙来事件呢越轨越大 真相越来越迷糊 但是迷糊里面呢也牵扯越来越大 最新传出来是我们的影帝陈龙先生 因为接受了薄熙来和谷开来的儿子 薄瓜瓜到英国去演讲 然后传说 他已经被大陆高层约谈了 然后当成龙的经济集团说 目前这个都是传言有些人炒作 但是你看怎么连成龙都牵扯进去了 所以这个事件到底它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越来越复杂 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说中国呢 其实高层的政治斗争都很复杂的 比如说康雍正到底怎么死的 是雪地址还是什么没人清楚 宋太祖还是宋太宗 足以摇环搞不清楚 但是最奇特的是说 这一次薄熙来和谷开来的事件里面 是唯一一个外国人牵涉进去的 而这个外国人到底是怎么死的 为什么而死还是颇作迷离 目前只有一点很清楚的知道 他是被氢化甲毒杀的 但是什么时间毒杀的 在什么地点毒杀的 其实说法都还不一定 而氢化甲是什么 氢化甲呢 他看这个 他就像糖一样 白色的 泡到水里面呢 还有点杏仁味 所以一般人你根本大概不会去怀疑 然后他是一种神经毒的 他进去之后他会依附 所以死的时候呢 有人说叫做瞎死 就是因为你的脊椎会收缩 神经收缩 所以就像虾子一样 身体是弯曲的 他就是这样子 他为什么会被杀死呢 先前传说说 他跟谷开来是因为有一些暧昧关系 所以薄熙来 实在是不甘绿帽造的 把他杀了 可是现在说不是这回事 美日电讯 英国的美日电讯报 然后美国的华尔街日报都说 原来是钱的问题 就是说他帮他们 帮他们两个一直海外洗钱 但是洗钱的洗一洗呢 他就很嚣张 穿着他的奶黄色的夹克 在那个开始 夹嘎在那个大连 在什么到处嚣张 就后面呢 他慢慢的就洗了多 看了多 他开始说有一笔大钱 他跟谷开来讲 我要佣金 那谷开来非常气愤的 骂他贪婪 他就很生气的 反正就闹僵了 闹僵之后他发现有问题 所以就传说说 他就把他们在海外资厂的资料 偷偷的存了一份 留在英国他的朋友或会计师那边 然后他知道他自己快不行了 快不行了 他就很紧张 很紧张的话呢 所以他到处呢 在去重庆之前呢 他有跟朋友讲说 我惹了大麻烦了 然后他朋友也发现说 你看他才41岁 这么年轻 阴挺 结果呢 烟越愁越大 然后呢 人越来越因为焦虑 消瘦 然后头发都掉光了 但是最后呢 他还是死了 可是到现在为止呢 只能知道 轻化钾是有的 他们两个是谁动手杀 真的不知道 那杀了以后 到底是在哪边真正动手 是不是真的就是1121 还是1125那一天 也不确定 反正就是在这一个斗争里面 知道他越迁越大 而他到底藏了他们多少钱 他们的钱到底有多少 他手上到底有多少资料 在英国 还是在美国的情报局 还是在哪里 薄熙来这些故事 其实还有后续 好我们看到在现在最新的说法是 古开来为什么会毒死 殷伤海武德 那么就是因为佣金方面谈不拢 而且用这个清化家来毒死海武德 这个清化家呢 那么非常的厉害 那么只要呢 吃了这个清化家呢 不到20秒的时间了 整个人就会陷入昏迷 短短几分钟就会使人送命了 我们来看到整起案件下 越滚越大 连隐星成龙在刚创下提到都已经传出被约谈了 这起命案呢 海武德传出想要索优 所以被古开来给毒死 古开来可能背叛死刑 但是薄熙来也没有排除涉案的可能性哦 而且当初海武德被毒死 为什么他的大陆籍遗伤 这个王露露竟然同意不解剖 很快就把遗体给火化了呢 温森大哥 这个王露露啊 其实他是一个英文名字 露露王 那到底他的真实身份 现在还扑瘦迷离 但是可以确认的是 就在今天 英国首相卡麦隆 已经到了北京 要跟中国高层 针对说 他的这个公民啊 这位这个海武德 他是怎么死的 开始要要进一步了解 但是各位要了解 当年为什么这位 他会到中国发展 然后变成是博家的 算是所谓的精神办理 或者是保姆 或者是亲密友人 甚至于是白手套 其实各位要了解 英国海外谍报组织 在尤其两岸 是相当活跃的 以台湾来讲 各位要了解 英国驻台的 代表处里面的副代表 就是从MI5 调过来的 所以MI5 事实上就是谍报 那MI6 现在讲海武德 这个人是 其实是MI6 的一个背景 所以要了解说 他当年到东北基 发展的时候 薄熙来 也不是等贤之辈 他会介绍了说 王露露 给他当这个 爱人同志 绝对是有 他的一个伏笔 所以现在事情闹大了以后 我想 看中英双方 怎么去散后 尤其是涉及到 这个谍报组织 所以王露露 他可能就是薄熙 他留在 海武德身边的反见 现在还在调查中 但是我想 就像台湾过期 也发生过的 事关政治 性以访言的故事 一样在扮演 但是这一本是属于 黄毅焦的 那一边是属于薄熙来 好我们看到薄熙来 现在已经被中共中央 双铁就是停止 他所有的党职了 当然他主要 在这次被人家 贴是有七大的一个罪状 包括背离中央 他的妻子骨开来 涉嫌杀人 而且违反了组织的纪律 危及国家的安全 搞乱政法的系统 那么另外 比较视为是最严重 就是他监听中央领导 还有他操纵网路 海外的媒体 那么希望 我们看到 他希望可以来塑造 他个人的一个形象 有七大的一个罪名 现在都落在 薄熙来的一个身上 杰明这七大罪状 急于一身 薄熙来甚至 还在刚刚我们提到 他监听中央领导 这在中共的侦谈 非常的少见 他为什么敢这样 就是因为他背后 其实有一个相当有利的靠山 就是钟永康 两个人密谋 在2014年之前 要拉下习近平 由薄熙来取代他的位置 这真的很大的阴谋 因为周永康 讲到周永康 我们这个节目 已经谈到这个人 周永康基本上 他就是江泽民 以前非常重要的左右手 负责情治法治的 所以他才可能进到 中央政治委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位置 那么他们两个关系 其实非常的密切 密切到什么情况下 当薄熙来到重庆之后 周永康的儿子叫周斌 马上就被安排到重庆包工程 金额高达4000亿台币 那这4000亿台币 当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周永康是什么人 来看周永康是目前大陆 第17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常委就是等于正统 就是国家领导人之一 他就是有这些领导人 曾经就是有一个外资 就是外面的一些电报显示 中国最民主的地方 就在政治局里面 11个人投票表决 结论出来就是结论 所以周永康他就在这边 是扮演了非常大的劫色 可是问题来了 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跟薄熙来 关系这么好 我们都来谈 但是薄熙来 他的儿子叫周斌 我们来看一下 王绿金事件发生之后 那么这个本来是他很挺他的 为什么挺他呢 因为周斌在过去的时间里面 就是他的儿子 曾经就是 曾经就是在重庆包工程 我们刚才讲 4000亿的工程 所以你看到关系这么清楚 这次故事不夸张 因为以前薄熙来 在大连的时候 也用同样的手法 招待是陈云的家族 对不对 那也是包了很多山很多地 让陈云家族也获利 所以这些手法 基本上是很关系 但是重点事情是 要互相取得温暖 为什么要互相取得温暖呢 因为我们知道周永康 他已经年近70 那么过了70岁 在他们中国 有一个不成文的定义 就是说 如果你过了70 你就必须要退出 台面上的政治 所以对他来说 他拥有这么多权力 他怎么放得下去呢 他就密模 比较年轻的薄熙来 有没有机会 在他退下来的时候 能够扶政在这个台面上 甚至谣传 周永康有很大的密模 想透过他的情政法制 打算透过这个方式 去影响媒体 希望在2014年的时候 把习近平拉下来 让薄熙来上去 大家一定很好奇说 为什么两关系这么的密切呢 我们今天题目叫做 金钱权利信口文 所以刚才谈的是他儿子的钱 那其实我们刚才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故事显示 薄熙来其实也是一个大色魔 基本上他也是跟很多的 电影明星 记者 这些有往来 那当然他一定有门路 所以当时周永康 他曾经是中国石油组织里面 最高领导人 大肥缺 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市场就已经开始传练 他是一个好色之徒 那么常常跟上百个女人 有一些关系 所以他被宣称为叫做百姬王 这个名字可能一点都不好听 但是有趣的问题在这里 有两件事 他里面那些所谓的 就是他身边的女人 有很多都是薄熙来供养的 他供养了数十几位 其中不乏是有名的电影明星 这样还不够 甚至他们还共拥有情妇 所以关系已经到好 变成是表兄弟了 台语的说法 所以是这么关系 所以这么关系的情况下 当然研发出来一件事情就是 当薄熙来出世的前夕的时候 其实周永康第一时间 有跳出来帮这个 两个人共享情妇 他不是已经快七十岁了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 这个问题呢 这个我们知道 现在其实还是有人年纪很大 但已经生了两个女儿 那可能还打算生第三个 那他是一个大集团的这个总裁 所以中国人总是有些方式 让一些年纪大的男生 他持续可以就是做那档事 所以这个周永康呢 不只希望薄熙来 要成为他自己的一个接班人 他甚至两个人还可以共享情妇 没有想到创下 原本被视为中共政坛明日之星的薄熙来 他的私生活竟然是如此的淫乱荒唐 那么现在薄家的丑闻 一一都被揭发出来了 那么现在传出跟薄熙来 曾经有暧昧的这个 前大连电视台的主播张伟杰 原本说呢 好像他已经人间蒸发了 但是现在又有媒体说 张伟杰呢 也帮薄熙来宣了一个女儿 而且呢 也给了他一千万人民币 有大约四千六百万的台币的一个封口费 其实基本上就是说 大陆是很奇怪 说先前张伟杰到底是谁 没人知道 一直传说的这个名字 然后呢 也没有任何资料 但是当薄熙来一垮台的时候 慢慢的传说中的张伟杰的照片就出来了 这个就是说有照片 这是他出来的 说这是他现状 你就进了进照 然后已经有个女儿 所以你看稍微有一点点福态了 这是当年跟薄熙来 在一起的时候 二十年前在大连电视台主持太阳语的时候 而且他那时候还访问了 大陆最喜欢看的小虎队 你看二十年前的小虎队 中间这个就是张伟杰 然后张伟杰呢 当时就是说 原来呢 那个薄熙来到了大连之后 看看说 哎呀 那电视台的主播都老了 不好 他就自己挑 他就自己从里面挑 他就看到了 传说中的这个张伟杰呢 跟当时的谷开来有点像 他就把这个张伟杰给挑上来了 就开始扶持 就变成一线的主播 而这个问题是 这个小三呢 做人高调 所以他完全不避讳说 他跟薄熙来有关系 然后里面呢 是就是那张伟杰呢 就大陆那个淘出来的记者 有写过说 他甚至于要去 在电视台里面 就直接跟那大连电视台台长讲说 晚上啊 我要去看熙来 啊您赶快去赶快去 你有没有话要跟我跟他讲的 没事没事 您赶快去吧 我高调成这个样子 哇 所以大家就这样子 所以后来呢 就弄到了那个 谷开来很不高兴 谷开来又跟他去吵架 但是吵没有用 后来就传说中 后面的说法就很乱了 因为后面就被人间蒸发 传说说法就是说 谷开来呢 就要薄熙来 一气把他消失 那薄熙来呢 就在那边应付应付 最后呢 谷开来很生气 就在大连的一个杂志 用他的笔名叫 王红的呢 去写了一个 王红呢 去写了一个文章 就是攻击张伟杰 跟私生活的淫乱 那在淫乱之后呢 弄得这个事情闹得很大 那薄熙来就有点难看 那薄熙来有点难看的时候呢 就后面呢 就想要处理这个张伟杰 可是后来怎么处理就很怪 就传说就是说 他把他抓到一个 大连的一个宾馆里面 然后呢 张伟杰大闹 所以他就派他的一个秘书 姓吴的 刚才就是吴文康 就把他处理掉 然后后面是怎么处理 有人说是 现在也被收押的大连富商 那个徐明 给了一千万人民币 然后叫他带着 那个薄熙来和他的私生女 远走高飞 有人说 他从此就被人间蒸发 因为对薄熙来来讲 杀人如麻 不差三千个 不差这一个 好我们来看到呢 其实现在这张照片 那长相非常的清秀漂亮 这就是传闻中的 这个张伟杰当年的一个照片 不过这个创下 当年也因为这个张伟杰的介入 你刚提到他 其实形势作风也很高调 让薄熙来跟古开来的关系 一度还很紧张 而且古开来 他甚至用笔名来抹黑他 古开来就是说 因为实在是古开来很生气 古开来其实是说 是有找过他吵架 他在吵架的话 问题就是你古开来 虽然你假造了一个是1984年 突然在大连看到了一个 这么有前景的 努力打拼的薄熙来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你古开来是小三 所以张伟杰面对古开来 毫不退让 所以古开来就很火大 很火大之后就写了个文章 用王宏的笔名 把那个张伟杰好好的批判一张 但是后面闹大了以后 到底是谁动手让张伟杰消失之 不知道 因为可能原来是说是古开来 后来发现说是薄熙来 但是最重要是说 当时他才是一个大连市长 他竟然可以把这么一个一线的主播 能够访问我们小虎队的这么一个主播 竟然从此之后在大陆上 网路上没有他的消息 资料上没有他的消息 竟然在大陆长达20年 要不是薄熙来垮台了 好像从来没有出生过这个人一样 好的确我们看到 这些装谋杀案 也扯出了中南海的权力斗争 真的是充满金钱权力 还有性丑闻 王沈大哥其实在这个中国的官场上 金钱权力跟性真的是分不开 很多官员他们对于美色 都是来者不绝 这个基辛吉讲得好 这个权力就是春耀 所以这些掌握最大的权力的人 好像他们的心理状况 跟一般人不一样 其实各位大概都忘掉 中国最近另外一个大案也要登场 这个就是赖昌新逃亡到加拿大之后 回了中国 然后远华案其实里面的红楼 牵涉到600多个高干 包括现在中共高层的贾庆林这些人 你就知道说 这个当时有多少这些陷入粉红色陷阱 包括大陆很多知名的明星 在福建这个红楼里面 被设计了 然后也听说也已经判了很多个死刑 也不只是永华案 也包括市长要案 添入这本大陆的禁书里面 各位看一下单单这个目录 这大陆的目录 禁书的目录你看 全部都是有关性方面的 买厨剂啦 安排这个情妇相约见面啊 在宾馆里面 这个吴山云里等等 最重要的一点 其实所有的案子都一再复制 派出首副首长送来毒酒 跟什么一样 跟那位英国的这个商人 莫名其妙死掉一样 各位要晓得那天刚好就是 薄熙来老婆生日 可能请她喝那个壽酒 这壽酒就是要她的命 所以在大陆发生的这些官场的这个信 或者丑闻乃至于命案 其实真的就像这本书书名一样 天怒 现在是看会不会人怨 好我们看到在这次薄熙来的事件 扯出了这个桃色的风暴 当然薄熙来跟周永康之间的一个勾结 真的是剪不断离海乱 不仅两个人想要联手来斗垮习近平 还共享情妇 两家长久以来 建华真的是不断有利益交换 周永康的儿子 甚至拿重庆的工程款来自己装饱私囊 对刚才这个部分 其实杰明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但是现在我们在今天 这两天所看到的最新的资料 就是说我们看这个画面上 就是薄熙来他出席 这次人大的会议 那么在人大会议之前 在中共中央就已经达成了一致的共识 就是一致的共识包括了几点 第一个 就是说薄熙来的任职在重庆 必须只到五月 他就要准备要下台 第二个 否定重庆的唱红打黑 第三个 由最高检派专案的调查组 到重庆去调查这些所谓的冤案或错案 第四个 薄熙来以后再也不准参加任何的中央级的人大的会议 第五个 不准任何人发布任何关于重庆的消息 特别是关于王立军案的消息 不过中央在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的时候 只有一个人是高调反对的 这个人就是周永康 他周永康不断是高调反对 而且最后甚至于带着薄熙来去面见总书记胡锦涛 等于说公开 这个在大陆的话叫公开叫板 公开跟他叫正就对了 等于说两个人跟他叫正 你规定我说不准做这做 我就做给你看 那么薄熙来也趁着 这一次到北京参加人大会议的这个机会 到北京也很多的这个元老 或者中共中央的军委 这些所谓的权力的核心的人士去串联 这种串联当然是一种政治上的串联 那他去串联着这个种种的动作 最后据说是被中共的元老万里 已经离退八十几岁了 万里把他揭露出来 揭露出来这些人其实呢 当年也是因为文革的关系或多或少 也吃过薄熙来的爸爸薄一波的亏 所以呢借着这个机会 今天等于说是不只是塑导胡春赛 我今天我给你脸你还不要脸 今天已经公开的要求你薄一波 在北京你简单讲 你就是不要乱说乱动用中国的话 但是你不但是乱说乱动 而且是公开的违背党中央 对你所做的种种的 我们叫做政治指示的时候呢 当然就给你死 那这时候呢 周永康跳出来保他 保他的结果 后面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你的儿子在重庆 有这么大的利益在那边 而且甚至于你刚才是表兄表弟的关系 甚至于而且做了很多 在中共的话语呢 叫做生活混乱 当一个高干呢 被刻意生活混乱的时候 通常是讲说 你的男女关系是不单纯的 那这样的事情就除了 等于说原来是要保你薄熙来的平安下庄 也保存我们中共的这个面子 现在我连你周永康甚至于要 一次把你通通 投机倒马灯 通通把你打掉 但是周永康这次会不会 因为薄熙来的事情 而受到牵连 或珠连 甚至于下台呢 我们还要继续观察 好 不过现在是树岛湖孙善 而整个导火线就是海武德 那么因为要索拥 结果呢 他也命丧中国大陆在生前 他不断地帮博家在洗钱 现在还传出说 博家海外的资产 恐怕也不止原本大家外传的 80亿人民币 大约就是台币374亿 这种中共建政以来 最大的贪腐的案件 博谷两家的黑钱到底有多少呢 请语杰告诉我们 好 前重庆数委书记呢 薄熙来倒台之后 妻子谷开来 又涉嫌命案被逮捕了 现在博家海外洗钱金额 外传是超过了 80亿的人民币 也就是新台币 374亿元 这么多 那么这整个事件 也开始针对博谷 这两家人进行调查 而且是分两个路线来进行 第一个呢 就是针对薄熙来家庭 其中薄熙来哥哥呢 薄熙永就是第一个首要的目标 因为薄熙永是中共国务院旗下这个光大集团的副总 而且年薄熙就有超过了5000万的一个新台币 另外呢 薄熙来弟弟是薄熙成 他其实也是在整个北京 是非常有名的酒店大亨 这两个人看得出来 他其实政商关系 其实都是相当良好的 第二个部分是针对谷开来的部分 他锁定了他三个姐姐 其中大姐这个谷旺江呢 其实在大陆也是非常有名的富婆 而且他创办这个喜多莱集团呢 旗下就有20间的公司 整个公司的市值就有32亿新台币 他甚至他跟他的妹妹 谷望宁这两个人 其实都是香港非常有名的上市公司的大老板 甚至呢 其实谷开来的二姐 这个谷正邪呢 他其实也是中共非常有名 国有企业里面的一个纪委书记 这家公司市值只有6亿的新台币 谷开来的三个姐姐 外传就坐勇了37亿新台币的一个资产 除了要查资金的流向之外 现在连中共十八大都有可能 因为要处理薄熙来的问题 而要推迟举行 甚至政治局常委的人数 也可能从原本的九个人 要减少变成七个人 很显然薄熙来事件 已经让中共中央高层 要动起来快速解决这个阻碍 好 我们看到这个中共中央呢 现在希望尽快来解决薄熙来的事件 当然薄熙来 为什么会让中共中央很紧张呢 还有他就是杀人不眨眼 既然还说这个六四天安门 可能就是人杀的太少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压缩机是冷气的心脏 大金变频空调 给你好心脏 世界首创 Swing Compressor 静音省电效率高 压缩机七年保固 业界最高 品质好才敢保 在我人生的每一步 都因为有最亲爱的家人陪伴 才变得更幸福 但是过了三十五岁 我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中改变 随着年龄增长 骨骼就会开始老化 安宜含有一瓣牛奶两倍的钙质 帮你维持骨骼健康 让我轻松走人生的每一步 安宜给您一般牛奶两倍的钙质 Homebox 好国家揪年器 买两千五送五百 送五百哦 没感觉 全世界的好国都在我这里 飞起来新的锅 锅子升级了 料理更升级 跟着飞起感觉走 Let's go 北飞无水慢吞锅 法国原装进口 飞起一大力送五块 Homebox 好国家揪年器 买两千五送五百 送五百哦 我说前十五百次回眸 换得今生擦肩而不 而我们前世得回眸多少次 才能换得今生的亲密接触 回到脖子都扭断了吧 我相信一定超过一万次 我们今生注定相互 重温您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您现在收看的是 2DBS 无线卫星电视台 Give me echo 总会有人看到你对能源的珍惜 对安全的坚持 Give me more 总会有人看见你对地球的关怀 对环境的爱护 舍我及谁 DBS电动机车 经济部与您一起爱地球 你的肌肤如此柔嫩 所有接触肌肤的一定要是优质的 所以邦导式特级绵柔 为你精心力造五星亨慕 集五大呵护于一身 现在柔软再升级 钢透系外层 消除闷热湿气 细致体贴的呵护 多方面满足肌肤所需 来自邦导式特级绵柔 给你五星肌肤呵护 我说前世五百次回眸 患得精神擦肩而不 而我们前世得回眸多少次 才能患得精神的亲密接触 回到脖子都扭断了吧 我相信一定超过一万次 我们今生注定相互 从你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台中世贸强党巨线 4月20到23台中国境旅展 买房子上591售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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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股新房屋全都有 快上网搜寻591 591现实开灯优惠 售物原价600 现在只要280元起哦 欲望城市男主角精彩分享幕后故事 和心情 Sex and the City has brought the city too much into one thing you know too much into shopping there's more to a city than shopping sometimes I think if all the energy that people put into their excitement about Mr. Big and Sex and City could be put into let's say the environment or whatever maybe we'd solve a few things TPBS 判白 每周日56台 好 我们看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 他涉嫌毒死因伤海武德 传出因为海武德 帮谷开来移转资产 但是佣金谭布隆才种下杀鸡的 但这桩谋杀案呢 也扯出了中南海的权力斗争 真的是充满了金钱 权力还有性丑闻 我们来看到整体事件 背后的藏进人就是周永康 他是薄熙来的政治靠山 薄熙来为了要拉拢他呢 甚至呢 两个人还共享情妇 而且呢 他还提供了这个周永康 数十名的美女 还帮他干所谓的这个六大行宫 两个人私底下的生活 相当的一个淫乱 那么周永康呢 是薄熙来的政治靠山 但是徐明则是薄熙来的小金库 杰明 徐明是薄熙来的小金库 连给情妇张伟杰的钱呢 其实都是徐明付的嘛 不过徐明在薄熙来的关照之下 他其实也成了足球界的龙头 对 这就是刚刚讲的张伟杰 这位美丽的小姐 她跟这个薄熙来 生了有一个小孩之后呢 这个就是跟古开兰闹翻了 那这个闹翻完之后呢 当然要用钱把它处理掉 刚刚的题目就是金钱权力性丑闻嘛 那这个怎么去处理呢 答案就是徐明 随着这事件开始越远越大 徐明也被跳出来 被点名出来 最近中纪委来查这个人 这个人有多有钱 在大连 虽然他并不是很一等一的有钱 但他有钱在中国大陆 还是呵呵有名的 那么他有多有钱 其实跟着薄熙来的政治声望呢 有一个相关性哦 他在2011年哦 富比是评比 他是第18个中国富豪 是第18名 已经了不起了 到了2012年 就一口气跳升到12 那时候已经薄熙来 已经做到这个大连市市长了 然后到了205年 他已经成为全中国第8名的富豪 这时候薄熙来 已经做到中国的这个商务部长了 好那接下来 他就中间有一点时间下野哦 因为这个薄熙波死掉 转任到重庆的时候呢 哇 这里就让重庆 这个薄熙来前面唱红打黑啊 他的财富一口气到20年 已经以130亿美金要升为 中国的第五大的这个富豪 我们刚刚谈哦 说薄熙来大概资产是 370亿人民币 这可能还是一个黑洞 因为要计算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徐明其实就是薄熙来小金库 他在大连的时候 一手把他拉拔起来 那徐明有多夸张哦 我们有看到那个电影都演那个空军音号嘛 好那这过去要是美国波音的 那实际上在中国大海的挑战 挑战850 这也是徐明弄了两百 两亿人民币搞了一个飞机 这飞机里面的豪华程度 一点都不输给这个 美国的空军音号 你就可以知道 徐明的这个势力有多大 那这个过程当中 徐明为什么这么大呢 他甚至还搞到之前不是 在几年前中国还有个足球的丑闻吗 谣传徐明也是其中的这个丑闻之一 所以随着薄熙来的扩大 所以这个薄熙来家族的财富不断增加 那我们知道这个海伍德负责的海外的资金的流通 那国内资金是由徐明这个小金库 然后薄熙来家族跟这个他的老婆 郭开来的老婆的这个家族 然后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营业据点 散布在中国大陆吸取中国资金 然后透过所谓的大连跟以前的这个重庆 把这些资源再分享到所有的太子党 哇这个血脉这个权力 这个非常的密集 所以怪不得这次中国是要用大的手段 来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当你有钱有权力的时候 斩草不出根 春风起又生 是这样撞下 的确所以建华这个徐明跟薄熙来之间 这个官商勾结 就是鱼帮水水帮鱼嘛 你建有薄熙来的帮忙 你徐明就可以从一个小商人 变成了这个富比式的大富豪 大家知道中共中央的总书记 就胡锦涛的月薪才多少钱 那月薪的话 现在经过加薪之后 大概2400块人民币一个月 大比赛多各位都还穷一点 但是他一个这么样一个崛起的一个经济体 因为他们的政治人物是不可以有钱的 所以因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太过于有钱 所以像徐明这样的我们叫做洗钱中心 他就兴起几乎没有一个政治人物 你只要是一个稍微不要太穷的县的一个县委书记 你可能就有一个洗钱中心 其实洗钱中心主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帮你在国内藏钱 第二个是像薄熙来那么大咖的话 是帮你到国外去洗钱 把你在国内的钱洗到国外去 所以说那是要真正非常贴心的人 这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面是死不绝书 那徐明呢 刚才这个 杰明说他买这个飞机 这个飞机叫做挑战者850 是他的照片 挑战者850是Bambadir做的 是加拿大Bambadir Bambadir是世界上第三大的飞机制造商 那么我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说他这个多少钱两亿 他的list price 标价是2.12亿的民币一价 那如果说有人去买了一个波音747的飞机 那我告诉你的不稀奇 波音747虽然是 他的这个定价是1亿4千5百万美金 但是他这个概念就跟你做一个巴士 应该是很多人来做 你买一个巴士你就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吗 你要买这种才了不起 因为这是自己做的 这是你自己做的 这种个人的飞机 就好像你买一个劳斯莱斯 劳斯莱斯虽然只能坐两个人 三个人四个人 可是呢 它的价钱差不多 内归很豪华 对 它这里面的 而且它这里面是 我们叫做spec 它的整个的规格 你是可以限量定做的 你要怎么样 它就帮你做 那这个还不稀奇 真正重要的是说 在大陆现在的有钱人 你可以买飞机的已经非常之多 但是你要买私人飞机呢 是要经过特批的 你买了飞机之后 你要降落是吧 你降落以后 现在整个全中国 有一万个机场 这一万个机场 全部解放军在管 你买了飞机 你准备降到哪里去 你没有 后面没有特定的权势 来支撑你 你再有钱买飞机 你是不能够landing的 所以现在很多大陆的有钱人呢 他没有这政治背景 他买了飞机停到哪里 停到苏比克 那两岸直航之后 他们希望说停在台北 或是希望停到台湾 那台湾我们当然也希望说 他们来停 我们能够收钱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像徐明这样的人 他后面有一尊大佛 没有大佛的话 他是不可能买飞机 他买了飞机 他也不能够landing 到大陆的机场的 好 我们来看到呢 没有想到原本被视为 是中共的明日之星的薄熙来 他私底下的生活 竟然是充满了金钱 那么权力还有性丑闻 甚至呢 温森大哥 他还贪腐 而且淫乱 荒唐甚至还草菅人命 杀人如骂 据说呢 薄熙来他真的是够狠 而且够冷血 原本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 他是计划要杀 三千个人 为的是要立威 还说呢 六四天安门事件 就是杀的人太少了 所以现在才会导致 有的人敢翻案 没错 这个薄熙来 各位要了解他的出生背景 他是典型的太子党 太子党 中共太子党 其实海外都有出了一个专书 来解析 那这批人其实在文革时代 就是说红卫兵造反那个年代 可以说也刺过苦头 包括习近平都被下放 薄熙来本人也被关了六年 所以这些经过文革洗礼 台湾当年有这么一本禁书 叫天筹 这个天筹当年民国六十年的时候 大概所有大学的大陆问题研究社 大概必读教 结果在台湾也被查进了 因为天筹里面描述的 红卫兵造反的情形 超乎我们台湾一般人的想象 那当时的场景其实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当然是日本他们做的 这些就是当时红卫兵 这个文革的时候 连国家主席啊 刘少奇都被斗死了 你就晓得说 这个天安门事件杀了多少人 或者说现在 这个薄熙来他扬言说 我们就这个杀个三千的立威 算什么 文革的时候死掉多少 四千两百万 四千两百万 四千两百万死得莫名其妙 包括刚刚提到的薄熙来的父亲 薄一波 薄一波当时也是被下放 也被关 所以你就知道说 一个文革下来之后 其实中国人完全改观 他们的内心深处 都有很大的恐惧 所以为什么所谓淫乱 淫乱其实就像这杯水一样 在共产主义 叫做一杯水主义 你喜欢哪一个女的 你就可以喝 所以叫一杯水主义 所以毛泽东 为什么那么多老婆 或者说像这个北京市长 那么多情妇 变成传统了 好 我们看到 为什么薄熙来的个性 会这么样的狠 而且淫乱 就是因为他当年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 刚刚温森大哥也提到 他当时也被关了 六年的一个时间 所以他在重庆唱红打开的时候 原本计划要至少杀 三千个人 为的是要立威 而且他还说 六四就是因为杀的人太少了 他还嫌杀人太少 创下当年 薄熙来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 幸存下来之后 他的个性变成是今天这个样子 杀人如麻 而且草菅人命 这也让中共高层相当的不寒而栗 他的妻子谷开来 其实也不遑多让 他的妻子谷开来 这次也杀了殷山海武的 两个人真的是惊世负气 这张照片里面 在左边这一个老先生 就是薄熙来的爸爸 薄义波 然后旁边这个就是胡锦涛 当年胡锦涛接位的时候 薄义波讲说 你胡锦涛太任 还阻挡那个胡锦涛接位 然后还去弄了那个江泽民 扶上马走一程 可是你看 他连胡锦涛对他看到他 恭恭敬敬 可是没想到薄义波 对他的儿子 对他的媳妇 都没辙 文革的时候呢 薄熙来大 薄义波的耳光 踢蛋他三根肋骨 薄义波还想说 这个小子六亲不认 将来一定有前途 那没想到 他取名金门的这个媳妇 也让薄义波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就是在六四天安门的时候 我们知道薄义波当时是 赞成镇压的 结果那时候薄熙来在大连 然后薄乖乖两岁 发高烧了 然后当时在六四前夕 中共已经下达戒严令 不准出去了 结果那个薄乖乖生病了 用药 用一些物理的疗法都没办法 那鼓开来就很生气 我一定要去看病 要去打针 他们说不行啊 外面已经那个 他不管就跟他这个公共吵 公共说 好了好了好了 你用我的司机 车子载你去 就当时已经下达戒严令 那个北军的那个 外来的军队 根本不知道 这个红旗车是你薄义波的 就看到 就拦下来 拦下来之后呢 那个鼓开来 根本不甩 什么谁敢拦我 叫司机继续前进 所以人民解放军 一枪 就把那个薄义波的司机 给当场隔壁 哇这个东西呢 就给薄义波很没面子啊 你自己下令正家 结果你的自己的司机 被打死了 可是呢 他也没辙 他只能气得看到 看到鼓开来 因为他拐张一直坐着说 为什么那天不把你打死 为什么那天不把你打死 但是一个对胡锦涛 可以这么凶狠的人 面对他的儿子 面对他的媳妇 完全没辙 好我们来看到这对夫妻 不管是薄义 他在文革时期 连自己爸爸的肋骨都可以揣断 包括按媳妇鼓开来 连自己的公公都会怕这个媳妇 真的我们可以看到 这对金氏夫妻 那么现在呢 中共政权呢 那么也希望在这一次 可以连同这一次的事件 一并把他们的势力做铲除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天生夺目 天生夺目 非我莫属 Onew Elantra 全新上市 谁将成为第一把交易 让天后也折服 4月20日 张惠妹告诉你 乔山健康科技 Johnson 台中世贸强党巨线 4月20到23台中国际旅站 我说前世500次回眸 患得金身擦肩人 而我们前世得回眸多少次 才能患得金身的亲密接触 回到脖子都扭断了吧 我相信一定超过一万次 我们金身注定相互 崇溫你我达第一次亲密接触 各位朋友 只要是工商及服务业的企业或场所 从4月15日至6月30日 补查员会配戴补查员证 并且递送至售查单位函 到贵公司横浩 办理一百年工商及服务业补查 请放心 您的资料就不绝对保密 唯有您的配合 才能让国家经济永续发展 工商补查到底贴 台湾经济 加一贴 行政院主际总处感谢您 集清型HITACHI防敏吸尘器 深入任何角落 轻巧灵活 再高再死角 都能轻松到达 99.999 业界最高集成率 抗菌防敏 日本原装生活美学HITACHI 全系列防敏认证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 无线卫星电视台 台湾房屋 大云端搜寻引擎 领先推出房屋履历表 详实调查闲物设施 确实服务 实价登陆 落实追踪辐射检测 一切为您台湾房屋 我说前世五百次回眸 换得今生擦肩人 而我们前世得回眸多少次 才能换得今生的亲密接触 回到脖子都扭断了吧 我相信一定超过一万次 我们今生注定相遇 从你我达第一次亲密接触 领先推出房屋履历表 一切为您台湾房屋 工商执行物业普查 是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 工商普查到底是哪 台湾经济是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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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市贸强党巨线 4月20到23台湾国际旅展 向大自然学习养生 做地球上最健康的体内农屋 三十多年来 行销全世界 贵夫人萃取机 不顾全球EET 瞬间萃取技术 保留最珍贵完整营养 帮助身体更好的吸收 做地球上最健康的体内农屋 贵夫人萃取机 生机萃取第一品牌贵夫人 买房子上591售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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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股新房屋全都有 快上网搜寻591 591现实开灯优惠 售物原价600 现在只要280元起哦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那么现在他的事件那么也爆发出了整个中南海这个斗争的权力 那么真的是金钱权力还有性丑闻 而且也传出他的私生活相当的一个淫乱 这当中包括了在大连电视台的前女主播 就是张伟杰 其实他相当的一个神秘 有人说他从此人间蒸发 不过也有人说他帮薄熙来生了一个女儿之后 那么现在就已经因为给了他这个赡养费 所以就没有再出现 不过我们来看到在过去他曾经访问小虎队这张照片 有人说这个其实就是张伟杰 也有人说这其实不是张伟杰 也就是说他真的是相当的神秘 到现在大家还不知道说他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当然这个脱塞的这张照片长相非常清秀美丽的 也有人说他是张伟杰 但是也有说法说这也不是张伟杰 所以我们来看到的是整个世界 这个张伟杰真的是相当的一个神秘 而薄熙来之所以我们来看到现在涉及了七项罪名 这当中包括了贝离中央妻子涉嫌杀人 违反组织纪律还有危及国家安全 搞乱政法系统也监听中央领导 这总共有七大的一个罪状 他为什么敢这样呢 就是因为他背后有周永康在撑腰 但是这个建华其实薄熙来现在被停职调查 从周永康他也很怕这把火会烧到他自己身上 对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他违反党中央的决定 就出席了人大的这个所谓重庆代表团的会议之后 在那会议之后 那么以胡锦涛为首的这些所谓的党中央的人 已经做了相当多的部署 包括特别是团结军委这个部分 他们到了这个解放军的代表团去讲话 讲话后面占的都是一票的军委 他们叫做做工作 做了工作以后在人大结束以后 召开了一个政治局的扩大会议 政治局的扩大会议是非常非常少参 非常非常少举行的 在这个政治局的扩大会议的当中 总理温家宝首先开了第一枪 他开的第一枪 他指出薄熙来所犯的是路线的错误 而不是伪计 你如果说了解中共的话语 路线的错误的话 就是告诉你自己最高的指控 你在文革的时候 当你被指出 你犯的是路线的错误的时候 那几乎就是抄家灭门 那在文革之后 现在为什么回过来给文革 给他平反 平反了之后就觉得文革的本身 就是一个路线的错误 除了这个路线的错误之外 你刚才所讲的这七项罪名 其实把它全部综合在一起 第一个公开党的矛盾 这是文家宝讲的 第二个另立党中央颠覆国家政权 第三个挑战中央的权威藐视中央 那么这三个罪一旦把它定出来之后 而且所有的与会者全部同意 包括周永康在内 他都不敢做藏马之名 也说不敢替薄熙来讲任何的话 甚至有人讲说他在这个会议当中 他公开的痛哭流涕 来怎么样 来自我检讨 来自我反省 这个在中共的话叫做自觉检讨 但是他这样的一个自觉检讨 到底能不能保住他自己 在十八大之后 还在中国的政坛有立足之地 没有人知道 但是无论如何 温家宝 他可以说是在 这个人大的会议最后的结束记者会 是咬牙切齿的 指出了重庆的这个领导人的错误 是因为他自己的父母其实在文革当中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个科学家 那胡锦涛也是 胡锦涛跟温家宝 他们是非常非常接近 他们本身就是学科学出身的人 他们这些人头脑比较简单 他不能想象说为什么一个文革 搞得他们家破人亡 所以他就是刚才创下桌子讲的 走过弯路不能再怎么样 要得到教训 要得到教训 不能照着回头路 所以他可以说是用他在最后一口气 一定要治薄熙来与死地 那周永康能不能下台 不知道 所以胡温在先前一直隐忍 但是一出手就要薄熙来人头落地 那么温慎大哥 现在其实我们说到薄熙来有七大罪名 这当中的这七大的罪名当中 最严重其实就是监听中央的领导 这个中国人的斗争其实旁观者清 你看日本人的报导 对于薄熙来事件 可以说都是占据了很大的版面 但是在第一版的朝日新闻 你看盗听意思就是监听 日本人觉得监听这个罪状 其实最严重 最主要是因为敌案我明 你被监听的人你就搞不清 你到底什么事情被对方抓到把柄了 所以对于现在接班的这个 共青团这个团队来讲 他们现在戳爱蛋 他们绝对要知道说 到底你薄熙来这一票人 监听到我什么东西 一定要搞清楚 否则因为王立军他去投诚 那么在美国领事馆里面 待了36小时 各位要了解 美国的这种所谓总领事馆 驻华大使从老布希开始 他就CIA局长 所以你看联合报的社论 他都提到了 当中国秘星撞上领事馆围墙的时候 美国现在已经知道很多中国的内幕了 那这个内幕其实 我们台湾其实也蛮了解的 各位大概不知道 其实研究中共斐行最了解的 就是我们你看 这个是51年前 共委获国史料汇编 极机密的文件里面 讲了中共是怎么样的一个斗争方式 所以我觉得 这一则新闻 其实我还要再秀一次 当国民党主席乌伯雄 两年前到重庆 对着薄熙来说 你是大陆版马英九 告诉你 共产党 特别是中南海 听到这句话 绝对锁定你薄熙来了 你就是要夺权的嘛 对不对 所谓大陆版马英九 马英九已经是 在台湾是领导人了嘛 所以这句话一出 此言一出 我相信 这个所谓 尤其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眼见杂志 居然还有所谓 群求热炒重庆 那开玩笑 已经把这个 文革的这一种 势力的反扑全部来了 所以我觉得是埋下了 今天薄熙来的事件 薄熙来的事件 其实也凸显在极权国家 真的是人质高于法治 人命显得非常不重要 不过现在说呢 他这个杀人如麻 原本呢说要杀三千人 讲得轻描 但且一点感觉都没有 像是北韩 也是因为火箭试射失败 让北韩在国际上 真的脸都丢光了 现在也让三个 负责火箭发射的高官呢 恐怕真的是人头不保 杰明 是的 这三个人呢 分别是设计的 总规划的浦道村 还有设计的这个 朱桂昌 还有整个制造的白士凤 这三个人原本是 金正恩的 所谓的最亲密的战友 没想到这个飞弹呢 这个火箭上去两分钟 还会自然解体 成为四块 散落在南韩各个地方 南韩赶快去抢 因为这是机会 现在这三个人听说 已经不保 甚至有可能会润处 我们知道金正恩这一次上任 总共死掉二十几位军官 其中一个军官最夸张 竟然是在他父亲死掉那天 还收汇款 金正恩听到这件事多生气 他说他我连这个军官 我连一根毛发 我都不想看到他 最后你知道 怎么把他处死的吗 直接不是推到五门 直接推到那个平地 用炮火打他支离破碎 用炮火打 对 多 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金正恩为了让金正恩 这个顺利上任 其实在北韩有一个 就是类似保安 就是情报局的头子 叫做柳金上将 我们知道前阵子 不是有两个华裔的记者 不是越过北韩边界 被都当做这个 就是这个抓起来 就是被这个 当做是这个间谍抓起来 有没有 那后来派这个柯林顿去 那柯林顿被谣传点 就是低头对这个金正恩 这个柳金正将呢 为了他呢 也被处决 而且是拿了一个338的纸枪 对他身上连开三枪 总共998 当众处决 为了金正恩上升 所以金正恩 他就是手段凶残 一点都不输给他爸爸 你能够想象 用炮火去猝死一个人吗 北韩现在穷兵独武 要盒子不要裤子 在这一次发射火箭 花掉255亿台币 但是在短短一分钟 任务就宣告失败了 这255亿可以让北韩人吃多久呢 请宇杰告诉我们 好 北韩这一次发射火箭 真的就像在烧钱 就是因为北韩这个火箭发射任务 不到一分钟 竟然就宣告失败 光是这样就让北韩花了 255亿的新台币 而这笔钱 可以让北韩八成人口 相当于1900万人 一年的一个粮食费用 而且你要知道 现在北韩还是一个长期 处于粮食缺乏的一个国家 我们先来看在1990年代 北韩有350万人 相当于16%一个人口 就是死于饥饿的 也就是说他是被饿死的 而这个状况并没有比较好 现在联合国还是不断运粮到北韩去 201年就运了350万吨到北韩去了 不过这个状况 现在北韩甚至还是在实施这个粮食配给 每个人每一天只有150公克的一个古物 可以拿这其实相当少 都已经这么穷了 你还要发射火箭吗 这250亿 可是可以让北韩买到140万吨稻米 甚至250万吨的玉米 反观现在北韩有四分之一的孕妇 是营养不足的 而且有三分之一的儿童呢 是长期处于这个营养不良 或者是生长迟缓的一个状态 这255亿的火箭发射费用 如果拿来照顾北韩的民众 其实也是不无小补肥鱼 不过这个150公克到底是有多少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这是我 以前的我 这是我 现在的我 蒙法让我年轻很多 蒙法生法液含百分之五 米纳西条 活化毛囊 促进生法 减缓落法 蒙法是我生法的好办法 蒙法生法液 你可以试试 可不可的啊 楼权分一半啊 对 地人五块了 来 来 这请你 有麦当勒甜心卡 买A就送B 免费多一个 真的超滑赛 晚上换一请哦 台中世贸强党巨线 4月20到23台中国际旅站 我说前世五百次回眸 换得今生擦肩而不 而我们前世得回眸多少次 才能换得今生的亲密接触 回到脖子都扭断了吧 我相信一定超过一万次 我们今生注定相互 重温你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谁将成为第一把交易 让天后也折服 4月20日 张惠妹告诉你 乔山健康科技 江森 不管家用 商用 工业用 华林专业空调制造厂 商品极权 专业团队 服务最迅速 买冷气 就找最专业的 化来的链链 华林冷气 您现在收看的是 TDBS 无限卫星电视台 买房子上591收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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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股 新房屋 全都有 派上网搜寻591 591现实开灯优惠 售物原价600 现在只要280元起哦 工商及服务业普查 是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 透过普查 不仅将工商产业推向高峰 也带来服务业更美好的愿景 不只针对大企业 也照顾小商家 无论外账或本土企业 都将受惠于政府的政策 工商复杂到银牙 台湾接近加银牙 你是过了吗 兰扣史上最轻BB霜 全新升级 质地轻如羽毛 肌肤展现 零妆感 零负担 宛如零毛孔 兰扣全新SPF50BB霜 No.1BB霜特会组 好评热卖中 Lacom 我说前世五百次回眸 换得今生擦肩而不 而我们前世得回眸多少次 才能换得今生的亲密接触 回到脖子都扭断了吧 我相信一定超过一万次 我们今生注定相遇 宠闻你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日历冷气大赠送 直到4月30日哦 实现紧致白皙 展出肌肤年轻 资深堂抗老美白杰作 美丽不变 利维特利 抗衡右白精华 是谁的 欢庆双醒 买利维特利抗衡右白精华 送美白花妆水和乳液 一切中不能说的秘密 人家最喜欢比 谁的女朋友最漂亮 真子丹最厉害的地方是拉小 十分钟之内 他就爆料是骗人啊 真的假的 我没有骗你 小店里面其实真的陷阱走走 制作圈的人都等不到 尽量不要让他们同台 不会打起来这样子 我的妈 憲哥真的在做 要看娱乐新闻 就看收视第一的TVBS哈新闻 好 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北韩人 一天吃150公克粮食 150公克有多少 这就是150公克 你看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而且呢 没有这么高热量 但是为什么呢 金正恩呢 为了这样子都还要浪费这么多钱 因为他要立位 我们知道几圈正确就是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 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 TVBS创付新闻